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早上好 李斐 昨天的Vlog 我的小兄弟 我的好同事 Jack的婚礼 本来我想 在我的Vlog中 穿插一些我个人对于Jack的赞美表扬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他的伴郎 哇 口才实在太好了 把我要说的全部说完了 不过参加完婚礼 我还是有很多想法 很多人生感悟 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我们接着聊一下 关于Jack 关于人生 关于结婚这件事情 闲聊之前 我们先干活 来到了奥切尔庄园 之前帮Coco小朋友 拍了58 爱的软 看狗 嗨 可可 正在讲你 正在讲我 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搞定了 还剩大概十来天就关户了 你自己的房子看得怎么样 那边房源比较少 大概我可能需要搬把凳子 坐在那边街上 谁卖房 Total Ridge的粉丝 要卖房了 赶紧 可以直接联系 Coco 对我们确实每周六去看 但是像一礼拜他只出一间 你可以去直接放我们一下吗 对可能会打算写信 你们卖不卖 这里有个神经病一直等着 天天在外面喊着 他房子已经快要卖了 现在在买新的房子 所以Total Ridge的南边的朋友们 或者是Newport Coast的 靠近耳湾那边的 那边可能还是买不起的 不用了 就Total Ridge就可以了 Total Ridge的朋友们 有房子要卖 或者是你朋友有房子要卖 对对 跟我们联系 因为我们今天拍摄Vlog的话题 所以打算顺带的采访一下 Coco的先生 Coco的老公 跟他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同学 我们来问一下他们的感情故事 我今天在拍一个 关于昨天参加杰克婚礼的Vlog之后的感想 所以待会采访一下 你给你先生 对 你会笑死的 真的吗 对 你会笑死的 Coco在帮我们的买家做Find Workthrough 就是过户之前去确认房子的状态 跟当时下offer的状态一样 并且该维修的都已经做完了 咱们把活干完了 我们再来聊感情史 OK 活干完了 我来采访一下Coco跟他先生 季超 季超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频中 对 先大概的讲一下 关于我今天Vlog的话题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 结婚 然后来美国生孩子 生活的 然后咱们再聊一下上海体验的事情 好 好 好 我是浙江宁波的 然后我到上海念书 经济管理学院 他呢 我江西人 我05年去的上海体院 对 我比师兄是晚一年嘛 师兄04 我05 你06 我06 我们三个都是上海体验的 对 然后怎么 肯定不是他追我 是我追他 真的啊 对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打篮球认识的 他的裁判 我是运动员 对 但是为什么去考裁判呢 就值得一提了 就是当所有的小姑娘都是拉拉队员 想过来看帅哥的时候呢 我想说 我如果是那个裁判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另屁结底 随气 所以就是去考了裁判 然后就考了国家篮球 三级二级 就是一路考 然后考裁判 然后吹比赛啊 打篮球啊 就认识 真的 是你比较主动的 但得主动一点 然后后来你去波士顿上学 对 后来毕业了 他没有来 没有 我去广东了 那时候就 后来分开一段时间 分开一段时间 我来波士顿上学 读研究生 他去广东了 然后就分开了 那我说是一地恋吗 一地恋 太浪费时间了 就分手了 对 就分手了 少不少一地恋 我有啊 你有吗 我有一地恋 浪费时间 对 我跟我老婆 我是在英国读书 他OK 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我们没有恋爱 但他回来之后 他在合肥上班 我在老家腐牙上班 我们是一地恋 很辛苦的 请一五晚上做 你们这个地底挺近的好吗 你这个地底站在一个省 对不对 他我们的朋友太远了 对对 就时差 又怎么在一起了呢 就毕业了嘛 搞一个什么同学会这样子 对 然后就好大家都空窗期嘛 对 换了几个女朋友之后 发现也没什么意思 这句话好 对 然后又吃回头草 后悔到现在 大哥行不行 生了三个孩子 现在我觉得应该不能说后悔到现在了 应该是开心的 对对对 主要是一个孩子 对 这三个孩子都在这边生的 然后在老板生 当然受不了上海堵车 本来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 想说又回到上海吗 就是在上海同学会又回到上海 但我说我们结婚又在上海 要是在上海就grow up 怎么样了 后来他们上海的堵车太吃不消了 四个小时都在路上接送了 然后还赶紧来美国 就现在效率高多了 你上海是几个男孩几个女孩 跟你家一样 两个女孩一个男孩 对 九岁七岁两个女生 老大是男孩吗 老大是女孩 女孩 对 最小是男生 跟我们家反过来 我们家老大是男孩 对 上海 还有在计划吗 疯了 真是疯了 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卖房子 就是因为女儿考到那边去 然后大家都得往那边move 对 本来就门口上学 五分钟能打来回 是的 三个孩子确实我觉得 你现在也是三孩子 很挑战 对 非常挑战 就是三个比两个多的 感觉不止一个 是 那是个指数级的变化 对 好像就 事情一下多了很多 对 那个培训班也一下多了很多 你接送的时候 在上班整个打圈圈 是 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换房子路径吗 我们刚才聊的 关于上海体验的事情 听到一些路迷觉得好感慨 对 很感慨 黑山路 青园环路 恒人路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就是时隔十多年之后 你再去讨论学校里的事情 对 哇 这个事情 感觉我们学校吃东西 你刚刚说的餐厅 嗯 呃 夸张的是 我遇到最夸张的事 我去吃早饭 一个大哥四十个鸡蛋 我们体愿各种能人意识 真的有 练健美的 而且他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一个个在那拨 他要拨半小时 练健美的 练摔跤的 就我有见过一个大哥在我前面排队说 阿姨打饭 两斤饭 真的 这样是三两嘛 那两斤的话就差不多四大 对啊 真的 两个盘子 一个盘子存饭 一个盘子存饭 拍马上了 是的 很开心今天我们又见到宇先生 第一次见他 这个 祈愿 三材子在耳朵 三材子 傻瓜 自己疯了一下 OK Coco马上去拍房子了 我要去 我要去拆我头上的钉子 对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专门组织一些话题 对 下次也可以篮球场见 篮球场见 两个裁判都在这里 Coco技超 大家关注他们的频道 大家关注他们的频道好吗 换房镜 好了 又多远方 之前在Coco的视频中看到过他先生 没有当面见过 见了之后一表人才 人高马大 帅气 我们体验出来的果然都是 倍儿棒的小伙 Hello 现在会吃奶嘴了 开心吗 开心吗 掉了 本来说出去拆头上的钉子来着 结果被老婆喊回家说 洗车的人已经在门口了 要洗车 我说我今天的Vlog的话题是讨论一下 关于昨天Jack的婚礼 关后感 人家认识16年 我们也不唱 我们认识25年了 对啊 刚才去采访一下 所以人家就谈了16年恋爱了 刚才去采访一下Coco 他先生也是杀局选的 他们俩曾经也就分分合合这种 大家看来都是一曲同工嘛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在这视频里面说 人家小朋友看到的都不好 说啊 原来那么早 就认识了 这就是 他都会算一算 对不对 没有吧 这也是我想今天表达的 就是我觉得 高中谈恋爱是OK 那Lukas要看到这个视频了 你不可避免了 他在 是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 你这样子讲 他又觉得高中可以谈恋爱了 就是你不能去引导他去做这件事情 就他自己 OK 我想跟你讲 有可能会做 但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去引导他 Lukas Fiona 或者是其他小朋友 我想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在初高中遇到了喜欢的人 太正常不过了 没有必要要隐瞒 没有必要要 对 要跟爸妈妈讲 对 我们提醒他来家里吃饭 对 要分享 但是你要正确的对待这个关系 和你自己的时间分配 对 是的 但这不是我今天想分享的话题 再往下 你昨天参加完那个婚礼的时候 有何感想 我想再接一次 这个有点困难 这个有点困难 对啊 对啊 我重新办一次 我觉得多参加这种婚礼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你听他宣众那些诗词在各方面 对 就还是挺洗涤你的心灵的 是的 那个英文版的诗词 我们是第一次就是参加朋友的这种 Local的婚礼 第一次听到 他中间有很多话是我觉得很 他说爱是选择嘛 You choose to love 对 然后还要就是互相启迪你的伴侣 inspire you 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这些是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什么承诺啊 对 对 互相厮守之外 很重要的部分 他好像是一种partnership 就是你的伴侣 对 对 他不光是 合作你的人生道路上的合作伙伴 你选择了跟他在一起合作一辈子 这是他的感想 这不是我的感想 我的感想待会发展 哈哈哈 自己吃饭去 哈喽啊 吃完了饭去拆我头上的钉子了 五根钉子 哎 老婆 你觉得我这个大奔头发型怎么样 挺好的 以后就这样吧 我年轻的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出高中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头发留得特别长 就特别特别长 就那种往后都可以快扎起来的那种 就是这样 露个大脑门 你知道吗 你拍这一幕放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点了 I subscribe 直接掉粉了 如果他们会因为我的发型 而不再关注我的话 That's fine That's totally fine 我没有办法一直keep我的发型 我现在掉好多头发 我准备去吃饭了 再拍一下 我头上有钉子的样子 留念一下 马上就没了 来 帮我拍一下 你看转了拍就不行 你看转了拍就不行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拍上了 那我不敢拍 我老婆都没有正眼看过我的头皮 怎么这样对待我好冷酷 好吓人是什么 我不敢拍 好吓人 好吓人 他帮你清洁了吗 清洁了 然后他跟你讲怎么办 就洗头的时候注意点 现在可以洗了吗 可以啊 别招破就行了 好好好 我觉得还是你后天再洗吧 喝两个 马不停脸 马不停蹄一天的奔走 主持着婚礼的一种反省一种感悟 我是一个比较脸皮厚的人 我对镜头 对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 我也不害羞的 我就敢跟大家讲 我很爱很爱我老婆 对 我只是可能之前都不知道 我有这么爱他 他们昨天说的是16年的感情吗 我们虽然可能谈恋爱没那么久 但是认识已经很久很久了 97年就认识了 在我们都还是懵懂的少年的时候就认识了 对 所以这种缘分本身就是妙不可言的 是没办法 我不是说相亲不好 不是说什么工作之后的这种 安排认识不好 而是说这种是你没有办法提前安排的 这更像是上天注定的 对吧 今天客户也说了 对吧 他们兜兜转转 最后又在一起了 这种就蛮新奇蛮奇妙的 对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爱对方 而是我们忘记了去爱对方 昨天他们的事实里面有一句句说 你选择去爱 爱或不爱不是一个感受一个感觉 而是一个可以被选择的行动 你选择去爱 我选择去做 我选择不做 我选择爱他们 我选择更爱他们 我选择经常性的提醒一下我自己 有婚礼有余参加 这样的话我会更爱他们 对 不过老婆今天也说了 想再办一次婚礼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 希望她只是最后说说而已 哦对了我昨天终于见到了Jack的妈妈 见到阿姨本人 我非常用力的握了我阿姨的手感谢她 我说谢谢你让Jack联系我加入我的团队 Jack现在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阿姨很客气 阿姨也很漂亮 阿姨跟我妈妈有点像 身高啊 样貌啊 短发等等 我妈妈现在还来不了 出不了国了 但是希望可以尽快 介绍我妈妈给大家认识 Turtle Reach Coco要买房子的地方 我曾经住过两年的地方 这边山上有个小区 非常好 可以远远的看到新港 甚至看到海的 在尔湾最南端 Coco从尔湾的最北边 想要搬到尔湾的最南边 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风格的建筑 北边的话 它这个Turtle Brothers是大开肩 现代式的这种设计 Turtle Reach全是托斯卡拉斯 地中海风格 风格的比较开来 没有说哪一种 一定比另外一种好 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 这间房曾经在朋友圈 引起过轰动 银行拍卖屋 只要200多万 远远低于它的市价 这个200多万的要价 应该就是这个屋主 欠银行的数字 所以银行说OK 谁给我200多万 我只要收回我的欠款就行了 其他的我不管 所以这个房子的市值 正常来说 至少应该在三字头 至少 那我们跟客人今天 哦 硕哥 大家知道的 我帮他卖安纳哈姆佑斯的房子的 我的No.1 fan 每天看我视频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间房 这间房的信息上标注是在9月1号之前 就第二份 所以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看多少人在看过房子 里面很多都是我认识的老朋友 皮特·马良 Pinnacle的agent David Yee 我们团队的 Ashley 我们团队的 David名片 样式还没换 赶紧换掉David 王绿舟 这个EA是一个华人的agent 旧王 老多了 Miles Zhao 这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top的agent 其他就不太熟悉了 但很多人来看过 在这里放名片有用吗 我觉得没什么用的 你开门那个锁上都有记录 你放名片 for what 那我明白了 这个房子的院子比较少 这样的话想卖到300多万可能会比较困难 欠银行200多万 我猜的 我不知道 但他现在要200多万 可能也差不多就在市场下了 不到300万那样子 因为整个屋子的状态很一般 怎么讲很一般 拍卖屋嘛 可能欠银行钱也没办法搞 搞不动了 所以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适合喜欢Newport这个区域 然后愿意自己再做一些翻新 改变状态的 而且不在乎院子小的 如果喜欢院子大的之前就不行 户型还是不错的 看大巧风 这个厅非常窄 好 客人来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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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我的No.1 fan 商人 我还未问 谢谢 谢谢 今天刚拆了钉子 哇 没事已经好了 这间房子 看完跟客人讨论了一下 客人跟我讲一下他的想法和观点 OK 根据他的想法我给出我重置的建议 所以你不要买了 不合适 对 这个房子如果你买过来 随便装一下自己住还是不错的 还是可以的 这个区域不错 学区不错 位置 location等等 但如果你买过来 你想租出去啊 或者是想过来 现在把给你卖掉啊 或干嘛的 现在来看这个价位 仍然不是很合适 因为他院子太小了 对 如果 他其实当年这个屋主买的没那么贵了 我觉得他是不是把这个房子 他就cash out抵押给银行 抵了很多钱出来 否则的话 一般银行破产屋 挂牌不会这么高的价格 银行一般只会要说 你欠我多少钱 我就挂这个价格 那至于他能卖多少钱 剩余的是你的 跟我没关系 所以银行挂了这两百多好 两百六十万嘛 那基本上就是欠银行的钱数 我猜测了 因为这个卖方的经纪一直不接电话 也不会转型的 所以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 但我们今天反正就过来看了 他是说可以直接来看的 但情况就不掌握了 对 因为我不太鼓励我的客人们 所以看看最后的今天 破产屋花落谁家 我团队的Ashley啊 我是Peter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today? 我的头已经好了 我的头已经好了 嗯 我已经把那个钉子给去掉了 想不想去掉 今天中午 是谁在帮你 一个你的人 你要准备一下了 你妈也打帮酒了 今天啊 再过十分钟 给 嗯 今天中午跟侍爷和姚吃饭的时候 在聊他们家也想装院子的事情 我跟他们讲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 那机会我可能 后院根本就不动了 还像原来一样 因为动完之后 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自己想要的所谓的极简风 显得很大 当然现在显得很大 但是这些土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种满绿色的植物 包括墙上 所有这些东西 需要好久才能让整个院子看起来绿油油的 对还不如大概原来中间有一块水泥 放干下再打球就好了 所以我不鼓励他们花很多钱在自己的院子上面 大家永远记得自己花在装修上面的钱 当你想卖房子的时候 并不能一比一等值的卖回来 比如说你装了一张 150万买的房子 类似在影响买170万 立即通常来说是很困难的 当然随着时间房子充实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还有就是flipping flipping是另外一回事情 房子状态很差 你花点钱把它稍微整修好 可以买很多的钱 这是两种情况 但通常来说 你按自己的偏好需求去装修的 然后你想让买的人全部买单 这个比较困难 好 本来想利用Lucas打棒球的时间 给大家航拍一下耳腕最新那个水上乐园 结果忘记换车了 没有把那个包从特斯拉上面拿过来 那就跟大家聊几句 昨天借给了婚礼吧 伴郎口才真的好 大家留言我都看到了 我也认同 但我想我夸起来的人也蛮会夸的 我不会打太多草稿 不会一套一套的 我就讲几个工作中的小事情 我在工作中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非常严厉的team leader Jack做事情非常少 非常少被我批评 这个是很难得的 他这么大的个子 一个大男生 很阳光 大大咧咧的这种 但是他做事情很细心 非常非常detail 就像他伴郎夸的一样 他眼中 心中有别人 他会为对方着想 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怎么样 那我通常来说 可能视频中大家觉得我很nice 其实我很严厉 我团队里的几乎所有人都被我批评过 Jack很少很少很少被我批评 我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他做事情已经提前想到位了 提前全帮你想清楚在你的角度上 比如说我说Jack有什么事情你做一下 他站在我的角度上 帮我影响到了我期望从他那里 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什么样的一个回复 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全部给你布置的好好的 我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棒 但Jack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尤其突出 非常细心 非常暖男 这个性质 这个特质是我期望 如果我真的有一个bother的话 Jack也姓李 我也姓李 如果真的有个兄弟的话 我希望他就是Jack这样子 甚至我希望Lucas以后就像是Jack这样的 这样一个品行 一个性格特质 我觉得人很难 双商都很高啊 情商很高 智商很高 Jack本身智商当然也不错 但他不是那种特别优秀的那种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但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勤愿选Jack这样的人 在我的团队上 我不是说我不欢迎高材生 对 我很多时候 我说话还得去解释 做一个博主的时候 你得说的 尽量圆滑一些不得罪人 但如果很难的情况下 我选择情商高 我选择 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OK 学历高 能力强 当然很重要 很好 会在工作生活中帮到你 但情商更加重要 所以Lucas这方面 我也会慢慢的去培养他 教育他 你不光要成绩优秀 要各方面努力读书等等 更重要的是为他人着想 把事情想到细节处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不管是你在哪一行 什么工作岗位上 我觉得应该都比你的能力更加重要 不光有点 我自己也很想到 我自己也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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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路牌子 六块子想要给你打篮球 你去 你去 因为他去 他去 让他去 然后到我去 另外就是Jack 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 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 现在是老婆了 十六年 非常忠于这份感情 修成正果 终于结婚成为夫妻了 他也是非常忠诚于我们团队的人 他是率先在我们团队内部 开始推广菲利エステ这个品牌的人 最早我是单打独独也好 或者是还没有深刻意识到 团队品牌效应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说 我是李肥 接下来我自己或怎么样 后来Jack让我认识到 作为一个team leader 我应当去推团队 推我们整个这个品牌 所以后来我在我的片头里面 大家看到加入了 我跟Jack跟Sarena跟Mary 我们不同的这种快捡的镜头 Jack一开始在ins上面 发我们一些post 就是菲利エステ tag 然后在使用个人邮箱的时候 他总是会用Jack instagram 他会使用jack atphiliestate.com的邮箱等等 一系列的做法 身先士足 在我们整个团队中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的作用 包括他自己的第一个listing 也是一个很大的listing 十一单元四百多万的 他是跟我co-list的 我们一起work 在哪里 他非常在North Hollywood 在啥 这个小凡人又开始打扰我了 你再打扰我拍video好吗 你跟我讲吧 我拍完再跟你讲可以吗 perious 讲哪里了 对Jack非常忠诚于我们团队 忠诚于我 我觉得任何人在鱼翼丰满之后 在 OK 从我这里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之后 离开我们团队 我都不surprise 但Jack如果会离开的话 我会非常shock 我会非常 我脑海里没有这个画面 当然任何人想要离开的时候 我都不会挽留 我的个性是这样 团队从来也好 或者是谁提出分手的时候 提出离开的时候 你再就挽留 就会觉得是一件很没有 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对 所以之前 无论是离开 我说 OK Do it 对 没有一句挽留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 不欣赏这个队员 包括Stephanie 当时她说 她要离开去西区 掌握一些更local的资源 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没有一句挽留 不是说我不喜欢她 不想跟她work 不想留她 不想把她留到我的团队 而是我不是这样一种人 会想要去挽留别人的在楼 对 所以她回来我很开心 那他们要离开 I'm OK 但我不expect 我不觉得Jack会离开 他是非常忠诚 与我们团队的人 当然我treat他 也像我的小brother一样 虽然他不是很 经常跟像Dylan啊 或者是舒阳一样 到我们家来啊 或者是非常involved 进我自己的生活 但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是 我觉得是多于Dylan跟舒阳 对 而且他非常出色的完成了 没匣子 但Jack如果你在看我的视频 我也要跟你讲 通常来说人是不经夸的 一夸你 你就会犯错误 就像我一样 我那天拍video 我说在开会的时候 别人夸我啊 怎么这样 你知道吗 就不管是故意错误 还是失误 还是像我这样的意外 你要小心了哦 给大家还原一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跟洛浩子在那个Bone Bass打一个矮的篮筐 小孩玩的 但是比这个要大 比这个要高一点 那那个高度是我差不多跳起来勉强能够扣进去的高度 然后我就跳起来扣进去之后 吊在上面 结果我没想到那篮筐会倒 就整个倒下来了 倒下来之后我仍没有保持住重心 如果保持重心 我站在这里其实也没事 就把它扶着就好了 结果我没倒到重心 我就挡在地上了 挡在地上之后 大概这里就 咚 砸了我头上了 然后就 你们都知道了 哈哈 我们把前面的瘤瓦儿收一收 小萌萌 什么啦 I'm not going to pay my 拍 my 前两天视频中提到过的 每一天都拍一下三个孩子了 对今天想要结束视频之前 才发现没有拍老三 拍下老三 老三 洗完澡之后 香香的 嫩嫩的 no nipples no nipples no nipples 然后再看老二在拉琴 哎呦糟糕 刚才好像拍到你老老婆了 对啊 再看他姐姐拉琴 今天我终于可以自由地洗下头发了 前两天就是用水轻轻地湿一湿 不敢用那个洗发露的 今天医生说OK了 可以了 对 所以今天我要去 好好的洗个澡 编辑我的视频 我们明天的Vlog再见了 开始享受我的天伦之道 有网络 有网络